面对越战越勇的朱棣,朝廷拾出了反监计,不知情的朱棣怒火中招,要杀掉自己的大侯子。 那么,换用反监计的朱棣最终会不会掉进朝廷的陷阱? 他又是怎样改正策略而长崎南下直逼南京的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船先生,继续为您讲述永乐大帝第十七集,兵临城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与朝廷大军的对立作战中,朱棣经受了一连串的失利和挫折,幸好因为朝廷的指挥不力而使燕军元气温上。 朱棣调整攻防策略以后,几经苦战,才再战上风。 局面刚刚有所好转,却有一个坏消息从北平传来, 说朱棣的大儿子正在和朝廷商议归顺投降之时,朱棣怒火动烧,马上决定要除掉这个内阶。 这一次,擅长使用凡间计的主地,最终能不能识破朝廷的凡间计议归? 他又用了什么样的策略,摆脱了与朝廷军队在北方的产斗, 而迅速打过淮河,打过长江,来到了南京城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献上,继续为您讲座,永乐大帝第十七集,兵力成价。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建文帝身边的方孝儒,给他出了个主意, 说我们也来个反监计,挑拨他们父子兄弟不和,然后我们再找机会, 于是就派人给驻守北平的朱高赤,就是朱棣的大儿子,送去一封书信, 劝他投降朝廷,给他封官许愿。 结果这件事情就被朱棣知道了,有人向他告密了,朱棣大怒, 就想杀掉朱高赤,不能容内奸。 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朱高赤派来的手下的人, 带着书信,带着朝廷的书信,还带着一个送书信的人, 就赶到了军中,见到了朱棣。 等到这封书信一拿出来一看呢,根本都没有打开过, 连打开都没有打开,就直接把送信的人和信一块送到军前, 交给他的父亲。 朱棣一看,愣了。 愣了半赏,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薛乎,几杀无子。 什么意思? 说,哎呀,差点就杀了我儿子,中了人家的奸计。 你看多悬呢,如果不是朱高赤信不起封,直接送给他的父亲。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开了封了,送来了,朱棣会怎么想? 或者没送来,搁到这儿,等父亲回来再说,那会是什么结果呀? 实在是太悬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大家都知道,朱棣也不是常用反间计吗? 他不是常给人家使这种反间计写封书信,写封书信就把人家给整了。 怎么人家一封书信来了,他也一样上当呢? 这就是当事者迷。 受不了啊。 一看好家伙,这朝廷跟我儿子勾结起来,这还得了。 我在前面打仗,在后边拆我的台,一切都就掉在人家坑里。 可是为什么朱棣使的反间计每次都成功了? 我们以前讲过,一个接一个的成功。 可是朝廷使的这个反间计,他就不成功了。 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要详使反间计,必须知己知彼。 朱棣对朝廷的情况太了解了。 谁和谁什么关系? 谁和谁有什么样的矛盾? 所以他一封书信就中要害。 朝廷知道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呢? 知道。 知道他们父子兄弟之间有参议。 所以朝廷也想钻这个空子。 但是有一点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了解朱高赤这个人。 朱棣的这个大儿子,你别看,体胖。 不能争不能战。 打起仗来,跟他那二弟没法相比。 可是很有心机,很有头脑,做事稳重。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他能处理好,那处理的真是滴水不漏。 立刻处理,处理到位。 朱棣做了皇帝。 朱棣的这个二儿子,一直想整掉他这个哥哥。 始终没有能够整掉。 朱棣一直不喜欢他这个大儿子。 但是他这个大儿子一直稳稳的坐在太子的位置上。 坐了二十年。 所以这个人呢,他是有他的长处的。 朝廷不知道。 你知道他们负责的矛盾,但是不知道他这个大儿子这么了不得。 所以你的计策使不上。 第二个原因呢,我想是个时机问题。 你看那朱棣,每次使反监计的时候,都是那个要打仗了。 两军相对的时候,一个书信,一个计策去了,来不及反应。 是吧,仗就要打起来了。 你要反应,如果他真是内奸,这就要出事了。 必须赶快处理。 是吧,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可朝廷这时机不一样啊。 朝廷这时机是两军对垒的时候,仗还没有打,僵持的打不下去的时候,你想钻个空子,人家有思考的余地。 人家有琢磨你这个做法的余地。 所以呢,使不成。 朝廷的反监计,让朱棣差点杀掉了自己的大儿子。 好歹父子二人,很快拾破了现金。 在这一连串的斗智斗勇之中,朱棣依然占据了上坡。 但处于上坡的朱棣,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 历经三年苦战,他还一直在河北山东征战。 那么,朱棣怎么样才能够顺利南下,打到南京去呢? 打仗,朱棣应该说是占尽了上坡。 斗智,朝廷也仍然处于下坡。 所以我们就想,作为一个大明朝的朝廷,文武百官都在你的身边,怎么就没有人能够起到? 在这样危机的时刻,帮助国家稳定击败燕王的这样的作用呢? 这些人才都跑哪去了呢? 要说起来文臣,那朝廷里各丁各的都很像样啊。 要说武臣,你看冒出一个圣雍来,打仗就很了不起啊。 燕王这个方面应该说在各个方面,他不如朝廷。 可是,他就是一条心,这个仗就得打赢,输了就完蛋了。 全都沦为劫下囚。 朝廷方面不是。 朝廷方面如果打败了,就一个人倒霉。 就是皇上。 文武百官,今天我可以跟着你,明天你们朱嫁别人当了皇上,我也可以跟别人。 这就是不同啊。 心气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仗打了三年,朝廷也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朱棣也心想了,这样打下去也不是事啊。 虽然我处于上风,可是我毕竟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夺位啊。 我是真想到南京当皇上,把我这侄子给赶下台啊。 没做到啊。 已经打了三年了。 再这么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次我又把圣雍、铁拳他们打败了。 他要再找点别人来呢? 这仗还这么打? 打来打去,说句不好听的话, 连淮河都没过。 还在黄河这打呢? 人家是在长江南边呢? 那还远了去了? 所以仗不能这么打。 这里边有问题。 有人就看出这个问题来了。 谁看出这个问题来了? 朱棣的谋臣,道眼和尚。 这个和尚,你别看他在战争里边不怎么露面。 但是很多事情都是他在背后操纵的。 朱棣起兵是他操纵的。 出师是他操纵的。 打了败仗,再要打回来也是他操纵的。 这时候,这个道眼和尚又站出来了。 他跟朱棣说,仗不能这么打。 我看明白了。 我们不要去跟朝廷夺成。 我争夺一个济南,我争夺一个珍定,争夺一个德州。 我打来打去,我不是就在这儿转圈子吗? 墓下城池,直屈南京。 京师一旦被我攻陷了,大事可成。 因为朝廷把他的主要兵力也都弄到前线来了,跟我们打仗。 我们突破了他的防线,一直往南达。 我把南京拿下来了,我看看你们还怎么折腾。 他一出这个主意,朱棣一想,对呀。 这才是个好办法。 这仗打了三年,误出这道理来了。 我不是想要叫做静难吗? 我不是要帅兵到朝廷去抓奸臣。 我怎么老在外边打仗? 我就帅着军队直奔南京。 于是朱棣就又在北平试诗了。 你看他试诗多少次。 这次试诗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要当临江一绝,不复反顾了。 我这回我要打到长江去。 我要打到南京去。 我不反顾了,我也不回来了,我也不跟你纠缠了。 按照这个宗旨,开始了新人的战争。 这会儿朱棣就率领着军队要离开北平南下出师了。 临走的时候,他又对他的谋臣,道远和尚就说了。 说我这次可就是听了你的话,我就一直打到南京去了。 你看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嘱托的吗? 他想,这道远再给他出点什么高招啊? 有什么锦囊妙计啊? 这个道远和尚没有锦囊妙计,什么都没说,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大王啊,你攻陷南京的那个时候啊,这个南京城里边有一个儒臣,他叫方孝儒。 我求大王一件事。 你攻陷了南京以后,这个人是绝对不会投降的。 我求大王您啊,别杀他。 杀孝儒,天下文章种子决意。 说你要杀的方孝儒啊,天下读书人没有表率了,笨都没了。 你能不能答应我这个要求啊? 朱棣心想,这没什么难的。 我不杀就是了。 如果这人要是愿意为我所用,那还是好事呢? 他就是不为我所用。 好,我也不杀他。 我答应你。 这个道颜和尚呢,就向朱棣表示感谢。 别的话没有再说。 朱棣就率领了军队,就出征了。 南下的这一路上啊,这个仗还是没少打。 也不是那么顺利。 说句不好听的,应该说是挫折多于顺利。 往往这个仗打完了,都很不利。 但是他的宗旨是对的了。 过去,他一受挫折,回来整顿,再打。 现在他不是,我受了挫折就受挫折。 我只要能过去,突破你,我就继续前进。 就这样。 朱棣的军队就终于来到了今天安徽的陵地。 你看看,他终于开始打到南边了。 这可就是到了淮河一带了。 从黄河打到淮河了,向南前进了一大步。 苦战三年,朱棣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军事策略。 但是再度出征,战争还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正是靠着朱棣的坚硬执着和进攻方向的正确。 严局才终于来到了淮河边上。 在安徽临币的一场恶战,让朱棣大获选胜,并俘虏了大量的高级将领。 这使得朝廷元气大伤。 那么,成圣南下的朱棣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呢? 朝廷方面临时派了人驻守淮安。 驻守淮安的人是谁呢? 当初这个人出厂过,很重要,是驸马都尉梅音。 这个驸马都尉什么时候出过朝呢? 大家可能还能记得。 就是朱元璋临死之前,他脱姑。 因为他的这个孙子年幼,他找到了驸马都尉梅音。 说你要帮助他。 可是奇怪的是,这个梅音在整个的这个静难之意中,没有露过面。 始终就没有给他安排任何事。 仗打到这份上了,让他去守淮安。 朱棣就派人去找了驸马都尉。 他心想这个空子可以钻。 显然朝廷并不信任这个梅音。 始终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合适的位置。 如今到这个地步了,让他守回安。 那我去收买他一下吧。 就派人去找梅音,就试探。 试探什么呢? 就说能不能借我,给我借条路。 说你借路干什么? 说我借路去凤阳,拜一拜黄陵。 大家都知道凤阳有朱元璋的父亲的陵,黄陵。 其实朱元璋父亲的那个陵,当初他父亲死的时候,连棺材都没有。 一个破席卷了,就地埋了。 但是后来就说这地风水好,就得在这修灵,所以修了黄陵。 叫做黄陵。 他说我去拜拜黄陵。 过了没有多久,他派去的使臣就回来了。 这朱棣一看,不对劲啊。 这使臣是回来了。 这鼻子耳朵都没了。 说你怎么这德行回来了? 他说这是驸马,没驸马干的。 他把我这个鼻子和耳朵隔了,说留着一张嘴,让回去跟你们殿下讲一讲君臣大义。 朱棣一看,这家伙不好惹,太厉害了。 没话可讲啊。 别惹他,咱们绕道而行。 于是他就绕道,从四周渡过了怀河。 四周是什么地方? 四周就在洪泽湖畔。 朱元璋的祖父的祖灵就在这里。 所以朱棣在四周,他就败业了他的祖灵。 是他的曾祖父了。 据史书上记载说,朱棣在祖灵面前非常感慨。 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没想到我又能够见到我曾祖父的灵目。 我已经以前就认为,我已经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 说完就落下泪来。 要说这几年,他也确实是不容,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他从这继续南下。 那么下一个朝廷的重镇,扬州。 就到了扬州。 大家知道扬州就在长江的江北。 是江北最重要的重镇。 清军入关要破江南,首先要破扬州。 所以必须守住扬州才能守住长江。 朝廷方面,从道理上来讲,那得下定决心。 派得力之臣,派重兵镇守扬州。 做了没有呢? 做了。 朝廷派了一个官员去驻守扬州。 什么人呢? 一个御史。 御史就是一个负责检查的官吏。 监察官员。 品级很低。 七品。 就和支县是一个品级的。 但是呢,地位很重要。 在明朝呢,叫清药之职。 就是他的权力很大。 他如果派出去做巡案的时候呢,他有权处理各个地方的事情。 就派了这个御史来到扬州,镇守扬州。 可是我想我们大家可能都很难相信,其实驻守扬州的军官是心怀二心的。 是准处理要投降阎王的。 是准备要投降阎王的。 御史到了以后,很快就发现当地的武官要投降。 马上就命令人把他抓起来了,关到监狱里。 关到监狱里以后,调动全城的力量,厮守扬州。 朱棣一看这个情况,这事不是那么容易了。 好,那我们就一切都不顾了。 给扬州下通知,谁能够把这御史给我干掉? 我马上就赏他一个三品官。 这御史够值钱的。 一个七品的御史,谁能给他干掉?赏三品官。 七品就是一个县官。 三品是什么官? 副部长,省级干部了。 从县官,谁要能把这个县官干掉? 我就给他一个省长干。 你想想多大的分量。 众赏之下必有勇夫。 谁呢? 就是被抓起来的武官的弟弟。 他就开始纠结一帮朋友,说,监狱出了赏格了。 再说我哥哥还是被关着呢? 我们得帮着。 帮燕王也是帮我们自己。 把这个御史给抓起来。 这么一些有兵有权的武臣,抓这么一个文官还不容易吗? 不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呢? 这个御史身边有一个保镖。 史书上记载说,这个保镖是个千金利势。 力大无穷。 一个大利势。 很忠实于这个御史。 时刻守护在他身边。 别人都不敢下手。 这可费了脑筋了。 说这怎么办呀? 向朱棣汇报。 说大王不是我们不想干的。 他身边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就没办法了。 面对扬州这块硬骨头,朱棣又释出了参加本领,智质。 然而,一个大利势保镖,却让这个计划难以实施。 接下来,朱棣会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 而朝廷又会如何应对朱棣呢? 朱棣已经说你们笨不笨了。 就这么点事就摆不平。 我告诉你们,我都知道了,他有个老母亲。 他很孝顺。 这个大利势很孝顺。 你去买通他母亲,把这个大利势给招回家去。 这是好招。 于是就买通了这个大利势的母亲。 就说他母亲有病,身体不好,让他马上回家看看。 于是大利势就告了假,赶回家去看他母亲。 一看,母亲没事。 说,那为什么? 说,我就让你回来,不要再掺和到这事里去了。 这个时候,这浴室已经没有利势保护了。 回到房间,很疲劳了,刚要沐浴休息。 这伙人冲进来,把浴室抓住,举城投降。 所以扬州,没费一兵一卒,又被朱棣给拿下来了。 拿下了扬州,军队就来到了长江边上。 这时候长江的江北,已是一片的燕王的军旗和军营。 大势已去,已经来到了兵临城下,南京城下。 那怎么办呢? 朝廷最后的一支军队,圣雍率领的军队,回撤到了浦口, 准备跟燕王的军队决议死战。 实际上已经是强弩直末了。 但是没有办法,这仗还得打。 所以就拼死着去阻击燕军。 仗打的也是相当激烈。 据说打到了一个非常疲惫的时候,朱棣非常疲惫的这个时候,突然他的二儿子率领了军队,援军赶到了。 朱棣就拍着他二儿子肩膀说,老二,你好好干。 你哥哥可是多病。 什么意思? 就是暗示他,你哥哥身体不好,你好好干。 将来这个继承的位置就是你的。 用咱们今天的话是什么? 就是忽悠他这儿子,让他去玩命。 那小子也不傻呀。 一听,哦,原来我父亲还有这心思呢? 好,我去拼命。 他本来就是个汉勇无赖之徒,拼死一打。 那圣勇的军队,经受不了第二轮冲击啊,一下子打垮了。 所以这时候呢,江北就已经没有再能够阻挡住燕王前进的军队。 那么唯一的一支军队是什么呢? 江防部队。 朱养文啊,在南京已经坐立不安了。 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给他出像样的主意了。 只剩下一个方孝儒在旁边安慰他说,别怕,别怕。 长江天险,可挡百万之师。 还有一条大江啊,我们把这条大江控制住,敌人也过不来。 我们马上调集四周的秦王之师来救援。 朱养文这个时候一想,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他就下了一份罪己诏。 皇帝下罪己诏就是自我批评。 皇帝什么时候需要自我批评? 皇帝的话就是圣旨啊。 每一句话都得执行啊。 所有的话都是正确的。 哪有错的? 皇帝是从来不会有错误的。 帝制的国家嘛。 可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 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 经常采取的一个办法, 就是下罪己诏。 做一点检讨。 我错了。 我对不起大家。 那么后文是什么呢? 后文就是你们, 各地要组织秦王之师来援助我, 帮助我。 朱养文在这个罪己诏后面就说了, 他说我相信天下的这些臣民百姓, 你们是不会弃我而不顾的吧? 你们不会放弃我吧? 你们还会来帮我吧? 发出去以后呢, 就派人到各地去招募秦王之师。 什么叫秦王之师啊? 就是来帮助皇帝的临时组织的军队。 你有一支军队, 他有一支军队, 已经不是正常的军队调动了, 你都可以来, 是吧? 来帮助皇帝打败敌人。 已经很危机了, 这个时候。 可是呢, 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的这些臣民还真的有点想要抛弃他了。 不仅四处募集秦王之师的那些人没有阴系了。 在朝廷里的很多官员都说, 我也申请出去募秦王之师吧。 我们都申请出去招募秦王之师吧。 全都要出去, 没有人愿意留在南京这座孤城里边了。 所以朱允文真是走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怎么办呢? 方笑如就给他出主意了。 说这样吧, 咱们得有缓兵之计。 咱们再用一个缓兵之计。 要不然我们吃不消。 我们赶快派人去跟燕王讲和。 他不是野心大吗? 他只要不当皇上。 我们隔地江北给他。 江南归咱们。 隔地求和。 看他答应不答应。 我们用这个办法来缓兵。 等到秦王之师到了以后再说。 于是他们就派了一个人到江北去找朱棣和谈。 眼看朱棣的军队就要渡过长江天险。 朝廷不得不使出最后的手段。 何谈? 想要说服朱棣。 朝廷会派出一位什么样的使者? 而一路征战印马长江的朱棣。 这一次能不能直奔南京,兵临城下呢? 这个人叫庆城郡主。 郡主就是亲王的女儿,叫郡主。 皇帝的女儿叫公主。 比公主差一点。 其实她是朱元璋的侄女。 最初也曾经封为公主。 后来到了建文帝的时候, 就给她改成叫郡主了。 降格了。 这时候需要她了,就派她去渡江, 去说说情吧。 这庆城郡主还不错。 她应该说是朱棣的表姐妹, 唐姐妹。 唐姐妹嘛。 这个唐姐妹就去了。 到了江北就见着朱棣了。 这个姐弟二人一见面就哭了。 还真是动了点感情。 哭完了以后呢, 这庆城郡主就说了, 说我这次受命而来, 说希望能够跟你隔地求和。 就别打了这个仗。 这朱棣就说了, 早干什么来着? 那时候非得要抓我杀我不可。 现在要隔地求和。 我跟你说, 这个国土, 这个国家, 是我父亲, 拼死拼活打下来的。 谁要说想把这块地给它隔裂开来, 谁就是大逆不道。 现在还提什么隔地求和? 绝对不可以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不是说了吗? 朝里有奸臣。 我只要带兵渡江, 进了城, 到朝廷那把奸臣抓了, 该杀了杀, 该处理处理, 我就回去了。 你不要再劝我了。 还是这么冠冕堂皇那一番话。 那清仲郡主也不傻, 知道这是不行吗? 他还是要夺皇位。 所以清仲郡主说, 那我就没话可说了。 临走的时候, 就跟朱棣说, 他说兄弟姐妹们, 都让我来劝劝你。 亲情第一, 不要伤了亲情。 这句话一下子把朱棣惹恼了。 是吧? 亲情。 当初, 我冒着这个命, 被杀头冒死去打仗的时候, 几年了, 你们谁帮我说过话? 他一次一次的派军队来蒸发我的时候, 你们谁去说? 你要注意亲情, 你可别去打了。 没有吧? 如今我已经打到江边了, 又跟我谈起什么亲情来了。 那好吧, 我也告诉你一句话, 成破之日, 你们既然是骨肉, 亲情, 好自为之, 不然的话, 恐怕对你们不利。 这话说到这份上了, 这个气势, 于是庆城郡主就告辞回来了。 谈判失败。 谈判失败, 缓兵计就失败了。 没办法, 再去谈。 派谁去? 李锦龙, 就那个一贯打败仗的花花公子, 史书上记载说, 李锦龙见到朱棣以后, 汗如雨下, 浑身发抖, 一句话都没有说, 就又给昏回来了。 朝廷走到这个地步, 已经走不下去了。 长江天倩能不能帮他们抵挡一阵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不能。 为什么呢? 就在这个时候, 驻守长江的江防部队司令陈轩, 率领所有的水兵投诚, 向朱棣投降。 于是朱棣的军队就顺利的渡过了长江。 为了保险起见, 他没有立刻就攻打南京, 而是先把南京诸围, 今天江苏的无锡这一带的城市占领, 形成了南北对南京的包围之势, 然后率领军队来到了南京城下。 大家知道南京当年朱元璋起家的地方, 后来作为京师, 成高持身。 朱元璋就是守着南京, 上游击败了陈永亮, 下游击败了张世成。 所以南京是一个一守南宫的大城市。 这个时候, 朝廷的禁卫部队, 城里边的军队, 武臣还有很多。 他们能不能固守住南京, 等待着四周秦王之师, 就像当年朱棣在北平一样, 打一个内外夹击的战争, 保卫住南京呢? 朱棣能不能顺利的供取下南京来, 真的登上皇帝的宝座呢? 我们下一回再讲。 谢谢大家。 严毛朱棣举兵进京之后, 宫中着起大风, 建文帝下落不明。 对于这个重大事件, 史料记载不一, 民间传说分离。 有的说建文帝是在宫中自焚而死, 也有的说建文帝从地道逃了出去, 落发为僧, 云游天下。 究竟该如何破解这一名史上的重大悬案?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民史学会会长商船先生, 讲述永乐大帝第十八集, 江湖地影, 敬请关注。